麥克不是明星啊 他只是一個路人而已 他已經鄭重的宣布說 他不是明星 就是可以不用談論到他 我只能跟你講就是 麥克也很愛吃UberEats 也很愛點UberEats 你有話要喝一點自己吃嗎 嗯 我就希望他可以 多點UberEats 多吃一點 少說一點 結恩的事很勸職 下次出新外送平台 打演記者會 保證全家都熱愛叫外送 送貨員說 你好 請問你是S姐嗎 我講說 我說你怎麼知道 他說 因為我看地址還有你的名字 用本名 對啊 因為我不太會用3C的那個東西 我姐是UberEats高手 就是他點的東西都非常好吃 然後就是 姐夫就是熱愛所有台灣的食物 對 然後他最近還點了那個 韓國的醬料 然後自己在家烤那個 韓式的那個烤肉給我們吃 結果他現場烤 然後我們就立刻包葉子 然後沾那個韓國的醬料 都是那個醬料 也是UberEats上面點到的 然後就想說 哇真的宛如置身那個韓國 然後又看到真正的韓國人 然後講韓文 就覺得說好像在韓國旅遊 然後有服務生在幫你烤肉 所以他怎麼會多魚菜呢 就是我們想說 今天來是要吃他親自烤的肉 那會好吃嗎 就殊不知非常好吃 下次他還說他要煮大醬湯給我們喝 然後什麼什麼什麼 他就是被我們誇獎到他 就是接下來好像 我怕他接下來放棄DJ 對 跑去應徵處屍 傻歲家活動有趣 前陣子他的二女兒莉莉 出席活動 母女同胎 焦點卻幾乎都被女兒講足了 就是因為上次帶了二女兒出來 口碑起來太好了 就說她的美貌跟氣質 你啊 母親 所以我接下來 接下來我應該是會 封走她的演藝之路吧 真的嗎 老大跟老三會不會有點吃味 老大還好 老大是活在一個 他現在還睡覺要抱著北極熊 然後就是夢想是看到北極熊本人 就是你知道 非常幼稚的一個可愛的 青春期的女孩 所以他沒有在在乎這個 然後老三是 自我滿意度已經膨脹到 我不知道怎麼樣 我也會擔心說 老三會不會吃味 就是姐姐廣受討論 然後都說她好美什麼的 我說寶貝 就是你有看到姐姐的新聞嗎 他說有啊 拜託 她有化妝好不好 我不化妝就很漂亮 你也知道我是女王 然後我想說OKOKOK 她應該是沒有受到傷害 她沒有要求說 她也要 要跟你一起去 她沒有要求 她只會說 有人找我嗎 其實我有擋過一兩次 但是就是 她跟我們公司的人都很好 她常常會就是 莫名之間要打給我們公司的員工 然後就說 我現在要洗澡 但是我怕鬼 你可不可以跟我聊天 然後可能就會問說 那為什麼都沒有人找我拍廣告 或是跟媽媽一起工作 然後員工可能就會說了 嘴說 有啊 媽媽沒有跟你講嗎 然後她就得知這個訊息 然後就跑過來說 媽媽 不是有一個什麼什麼要找我拍嗎 你為什麼沒有跟我講 然後我想說 誰哪個 哪個調肥啊 而且如果接下來一起工作 我是不會跟他們講 總共我們會拿到多少酬勞 因為 我怕他們計較說 那你是要分我多少還是什麼的 不過徐小三拭目以待啦 我覺得你們到時候 如果有機會跟他們 面對面的訪談 你們可以幫我評估一下 這個孩子到底是不是一個 是不是一個適合走演藝制度的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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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面的訪談